好 来看到台湾蓝坛的魔兽顺风持续的发挥 那么效力T1联盟的桃源永风云豹的霍华德 19号的处女时候表现非常的精彩 他找出了38分 25个蓝板还有9次助攻的准大三远的成绩 而且呢 在上半场就云豹还落后了21分 到了第四节的这个剩下的这个16秒的时候就板平了 最后呢 这个霍华德就带领云豹在延长赛 击败了中性特攻逆转胜 那么这场比赛 这个魔兽他打满了47分40秒 网友大战说他非常的惊艳 他也跟队友喊话 比赛是四节 要相信我们一定会赢 而魔兽他的魅力非常的惊人 适应一万五千人到场 网络的直播的即时观看人数 更一度来到了25万人 甚至呢 国外媒体也分享了霍华德的表现 你快来看 这一切不是梦 前NBA巨星图案Howard 真的穿上桃园永风云豹的球衣 将能七万联盟 进行第一场比赛对决中性特攻 魔兽都知道球迷在期待什么 大家笑他不会投篮 这次Howard就投给你看 好 这边要放开来打了一对一 结果拉来投三分 惊不惊喜 意义不意外 魔兽三分说来就来 尽管比赛前段打得有些保守 云豹半场打完陷入二十一分的落后 但Howard表现越来越加温 四节就搅出三十四分 二十二篮板 团体团体 仿佛救世主降临 带领球队一百零五比一百零五 追成平手 魔兽不只能攻 NBA两届主攻王 也不是开玩笑的 林伟涵 这一个火锅 好多关键火锅 连连锅 摇摇手指 Not in my house Howard关键火锅不给特攻活 硬制冰入延长赛 进入OT 魔兽也很够意气 送给全台湾观众 都在等的超级好戏 现场一万五千人动不掉 NBA级的灌篮原来就是这样 Howard首秀超权能猛轰三十八分 二十五篮板九助攻的 准打三圆 超人表现带领云豹一百二十比一百一十五 逆转击败中性特攻 精密第一站 魔兽也畅谈台湾篮球与NBA的不同 可能真的好好的等级真的就是不一样 他真的想要开始认真打球的话 不管B队是真的没办法 我们对上面的所谓 而这场魔兽在台湾的第一场比赛 也让所有人疯狂 网路线上直播观看人数 一度突破二十五万人同时收看 甚至连美国ESPN 都在IG上分享独爱的数据表现 这次魔兽旋风 不只是全台湾世界篮球迷也等着看 华世新闻 陈一伟 蒋红报导